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去具体的讲解咱们当前的这个方法啊 所以来把这个呢我们就去掉咱们的方法呢咱们要讲的话 咱们怎么讲呢就按照咱们之前的分类啊 咱们说了咱们分两大类第一个叫转换 那第二个呢叫行动 那么你的转换和行动那来咱们这里说一下 一个叫做转换一个叫做我们的行动啊 就是这样的 那转换的目的就很简单干嘛呢 它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数据向后流转 也意味着你得通过这个方法数据才能往后流 你不通过这个方法它就流不过去 那就那么简单一件事情 那么行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打开咱们的数据开关 说的简单点 你不做行动 你只是把管子接在一块 但是它并不会真正让数据流起来 这个咱们上午讲了 它有点像什么呢 就像咱们那个水龙头一样 你得把这个水龙头给我开开 让它往下流才行 你不开开它就是流不过去 即使你把管子接好了 它也流不过去 那就这么回事 所以咱们方法呢就分两大类 那两大类的话 咱们第一个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转换 就是让我的数据往下流的意思 那既然是让我的数据往下流 可是我的数据分不同的类型 所以咱们先给大家讲单值类型 所以咱们首先先讲的是单值类型的转换操作 所以我们这里就直接来咱们拷贝 拷贝以后 咱们写上一个02 咱们第一个要给大家讲这个叫 转换转换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写一个东西叫Map 这个Map呢 就是一个方法名 它是一个方法名 所以点击OK 然后呢 把咱们前面这些东西 我都给它去掉 咱们全去掉 去掉以后 我就保留咱们当前的这个集合数据 123 我给这个4吧 那给这个4 我给个1234之后呢 我后面再加一个参数叫逗号2 同学们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我集合中的4条数据分两个区啊 对吧 咱们讲过啊 咱们的这个集合的数据是内存的 内存你给它几个数字 它就分几个区 切几片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咱们给大家讲过了 它基本上是平均分吧 对吧 它如果是平均分 那么这就意味着是1和2在一个分区 3和4应该在一个分区 这就是平均分 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个算法 就是当它不平均的时候 它是怎么着的 对吧 平均分就没什么问题 不平均分 就是有一套算法在里面了 咱就不说了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把数据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要讲的就是一个方法 所以来咱们说一下咱们的toto 咱们叫rdd Rdd的转换方法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map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map呢 它是对什么数据做处理呢 叫对 记住啊 写上它 对单值数据 单值数据 它进行我们的处理 单一的数据值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用一下吧 怎么用呢 rdd.很简单 就叫map 这个方法的名称 我们就叫map 就是它 老师我不明白 map是啥意思呀 我们老说 见名之一 见名之一 我看到这个方法 我就想知道它干什么用的 那我能明白 我才好去记呀 就举个例子吧 同学们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 那个叫parallet的方法 大家想想 这个单词不好记吧 它不好念 它不好记 那也意味着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方法的作用 那你就很难记得住 那就这样的 但是呢 没办法啊 我们这是一个起点呢 它来对接集合的数据员 所以说你不好记 你也得把它记住了 但是你rdd的其他方法有那么多 那你怎么能够挨个记住呢 也不太容易 所以恰恰方法名就很重要 这就是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 方法名是你第一个 需要把它记住的 可是这个方法名叫map 那map啥意思呀 map什么意思 你们学java就学过map吧 那你们老师当时给大家讲的时候 这个map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当时老师就给你们讲过 java中的map集合 那当时讲map集合的时候 说map是什么意思 映射对吧 映射 映射 那映射又是什么概念呢 它叫映射 好 映射怎么理解 所以不好理解 那怎么办 来翻译啊 咱们说了 那英文学的不好没关系 咱们翻译一下 所以打开百度 对吧 然后呢 看有啥新闻没有 没啥新闻是吧 好不管了 干嘛呢 来咱们写个map map呢 我们就来翻译一下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的翻译 你甭管这个翻译对不对 对吧 咱们就是翻译 那我们现在 同学们 你从这里面就去看看这个翻译啊 首先你要看这个是不是就疯了 是不是 地图图像 那你说你要看这个东西 其实就很难了 那很难了 所以记住啊 咱们当前是个方法 方法名应该是一个动词 所以不看名词 看它的动词 它的动词就在它的下面 在下面 下面当中 记住你们刚才所说的映射就在这 但是还是那句话 映射 如果你都不明白 那这个翻译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啊 咱们不用这个映射的翻译 咱们换个翻译 什么呢 叫做死变换 或者说叫定位 什么意思啊 同学们 什么意思 怎么理解 把它看成一个动词 叫做死变换 叫做定位 其实啊 这个你就要结合你们当时学家 的时候那个哈希脉 的那种感觉去学了 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一个key会得到什么 v吧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是从我的一个数据结构当中 我通过一个key来定位到v啊 能不能这么理解 数组 咱们的哈希脉的底上是不是数组 没错吧 它如果是数组的话 我给你一个key 我就想知道这个key 对应了我们当前数字中的哪个位置 那不就是这个概念吗 它就有个定位的概念 就是说 我给你一个值 给你一个key 你给我把这个v给我对应出来 那不就这意思吗 所以啊 它这个定位这个事 我觉得有道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数据在我这 但是呢 我怎么去找 不方便 拿一个key来定位一下 就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个翻译 就是刚才说的叫转换 转换是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 我给你个key 你把它给我变成v 就这个意思 你把这个key给我传过来 你把v给我得到 我给你同样的key 你给我返回同样的v 就是干这个事的 所以这个转换 其实也可以理解 那说的简单点 就是将 记住吧 将我们的a转换为b 或者说将我的key 转换成v 所以啊 这就是转换的意思 你说它定位也行 你说它将什么什么东西 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 也行 所以这个方法 在什么时候用呢 就在这个场合用 就在你想把什么值 变成另外一个值的时候 去用就行了 所以啊 这个map方法 我们说一下 什么时候去用 就是将啊 我们指定的值啊 给它转换为其他的值的场合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用我们当前的map了 好 那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你当前不是1234吗 我想做这么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呢 我想把集合中的每一个数据乘2 给我返回 那么也就意味着 原来的值是我们的1234 现在呢 我想通过这个map方法干嘛呢 得到一个其他的值 把它转成另外一个值 什么值 2468 我想转成这个值 那怎么转呢 那就是你的每个数据乘2啊 逻辑相同啊 哎 就这个意思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用map来帮你实现 那所以啊 咱们接下来就把这个map的作用说一下 然后呢 来演示一下 它怎么去用 怎么来实现我的操作 那咱们在讲之前 我先问同学们 我不用rdd java怎么实现这个事 大家想想 我现在假设 不用咱们的rdd实现的功能 就用单点的集合来做 rdd是分布式的 我这里不用分布式 用单点 朋友们想一想 单点怎么做这个事 那首先第一个 把这个拿过来 把这个我们的它 咱们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放到上面去 点一下 VR回车 回车以后 这个咱们就叫numbers 那咱们的集合 我现在呢 干嘛呢 我的numbers 就是这样的 把这个放到这里 然后呢 把这个呢 放到这 好了 那现在呢 这是我们的rdd 我说过了 现在咱们不管它 我不用它 我现在就想把这个集合满足的要求 怎么做 同学们 我相信这个难度不大吧 难度不大 那好 那现在同学们 我这么写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负循环 负循环 然后呢 我们写上inti 然后等于0 然后呢 我们写上i 小于 小于我们的numbers 点我们的size 然后i加加 我现在rdd不对 我的numbers numbers是点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现在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爱的这个东西 我们爱的 然后呢 我把咱们的这个爱的值 干嘛呢 给它来numbers点 我们叫get 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爱的值 然后再加上 别加了 咱们成二得了 这么写 我这么写 大家觉得行不行 我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算了 咱们别在这写 这写看着有点乱 咱们在这创建一个 我们的java 写上一个他 叫做二 然后呢 放过来 放过来以后 我们写上一个man方法 那我们用java来实现这个功能 那咱就 把这个代码就挪过来了 挪到这来 然后呢 把那个lay呢 我们给它拿过来 拷贝 拷贝以后 我放到这里 那我就问同学们 咱们这种方式行不行 就是把我当前的这个集合中的每个元素乘二 那现在呢 我们就打印一下这个集合 然后呢 叫numbers 然后呢 我们现在我们就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咱们来看一看我们当前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怎么了 当前好像不行啊 这是为什么呢 朋友们 有没有发现我们当前这个不对啊 那哪不对呢 他就跟你说了 我们当前的这个爱的方法不对 爱的方法不对 而且他说的叫unsupported operation 不支持的超过 那我们这个怎么做啊 同学们 我想把我的数据取出来 成二再放回去 这么做 我们那个numbers 还有别的方法吗 咱们点一下 点一下 点完了以后 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哎 有个什么东西啊 sit 哦 我明白了 咱们用sit的方法 行不行 同学们 把这个去掉 别去了 咱们看一眼爱的点 点完以后 这个爱的呢 它是出现问题的 咱们干嘛呢 咱们搜索一下 叫are 咱们的list 然后呢 打开 打开以后 搜索一下 咱们叫爱的方法 这个爱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会有异常发生吗 它这会有异常发生吗 同学们 有没有 没看见有异常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意味着 当前是可以的呀 对不对 但是奇怪就奇怪 在我这为什么会爆出异常呢 为什么 这个大家可能不一定明白 这个事情 这样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来 咱们看啊 我把这个叫的什么呢 叫add list 我们去找一下 把这个咱们打开 打开以后叫add list 点开 点开以后 叫arrays.arrayslist 你再去点它 点 点完以后 那它这个地方 大家看 它这个地方是我们的arrayslist 你把它往上看 往上看以后 你会发现 咱们那个跑哪去了 它的这个 大家看啊 这个叫publicclassarrays 然后呢 它叫arrays.什么呢 我们的add list 你点开 点开以后 它得到的集合 是咱们java youtil.arrayslist的吗 大家想想 从圆满的角度来讲 它是不是java youtil 不是吧 它这个arrayslist 你点开之后 你发现 是不是一个 私有的静态的内部类啊 所以说 这就导致 它的add的方法 就不能用 也就意味着 咱们add的方法 用不了 你千万别误会 老师你看 这不是个list吗 那list不有个 add的方法吗 对不对 还恰恰 它的集合是不一样的 所以怎么办 咱们换一个方法 咱们的side 好了 那side的方法呢 咱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 运行以后 我们来看结果 大家看 对不对 跟我要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吧 2468 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东西 你是1234 我把每个数据乘2 268 这就对了吗 可是告诉大家 这么对是对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说咱不会这么做呢 是因为我们给大家去讲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在记住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记住 一般不会改变原始数据 不会改变原始数据 说的简单点 这个就称之为叫原始数据 数据的来源就是这个集合 那就意味着你在后续的操作过程中 这个里面绝对不允许把它改了 大家想这是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把它改的话 那我就问同学们 我后续的逻辑中 如果要对它做处理怎么办 你在这个地方对它做了处理 那我后面还想对它做处理怎么办 你是不是就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被这段逻辑改过了 就不再是一二三四了吧 我本来还想对一二三四做处理呢 可是发现呢 也不是一二三四了 那你咋做处理啊 所以记住了 数据源一般是不能改的 你们在体会体会 咱们今天讲的 知乎串不可变的原因 为什么知乎串不能变 为什么 因为你在对知乎串的操作过程当中 如果把它变了 那你想想 你后续的知乎串 就全都跟着变了吧 这样的话就有风险了 所以为什么叫不可变知乎串 就是说数据源不让你变 为什么呢 它不一定在哪用 如果你变了 那所有用到的地方就全会出现问题 这样的话就会有冲突 所以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一般不会改变原始数据 所以既然不改变原始数据 那我就问同学们 我当前这么做就不对了吧 这么就不对了 为什么不对 因为它会改变原始数据 那我就问同学们 那我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既然我们要遵循这个原则 那我应该怎么才对的 那是不是就跟知乎串一样 我要创建个新的呀 对吧 就跟知乎串一样 我要创建个新的 那所以就意味着 我写个list 写上一个integer 我们叫new numbers 咱们new numbers 它等于什么呢 叫做我们的new 咱们叫arrate 好 放过来 放过来以后 然后呢 代码跟这个是完全相同的 拷贝 拷贝以后 然后呢 把这个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这个咱不要 这个咱们就叫增加 把这个咱们去掉 去掉以后 就意味着 你从这个里面 把第一条数据拿过来 乘二 放到我新的集合当中去 你这么做 你这样的话 循环便利之后 那么我的每条数据都能放得进去了 都能放得进去的话 那我们打一咱们新的集合 所以咱们把这个放过来 所以呢 我们就运行 运行以后 咱们现在呢 就可以呢 得到一个新的结果 你们发现 结果完全相同 但是这两种处理方法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一个是修改它原始数据 一个是产生个新的集合 新的数据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好 说到这儿 我就告诉大家 咱们rdd 它就采用了第二种方式 就意味着 你给它当前的数据集 它在后续的处理当中 都不会对它有影响 绝对不会的 不允许的 那所以 它们都是产生新的 所以说 如果你能明白这个事情的话 就意味着 你的1234 不会发生变化 而我得到了一个新的2468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好 那说到这儿以后 那就简单了 我们就把这个Map方法 用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就想它 咱们叫rdd. 咱们的Map 写完之后 那么我们提示它一下 为啥呢 因为咱们前面讲过了 学习方法重要的点 有三点 我再说一遍 咱们学习方法 咱们的重点 我们说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名字 那咱们第一个 咱们叫名字 你叫什么名 你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输入的参数 叫1 你给这个方法 你传什么参数 你要知道 第三个就是你返回的结果 它应该是什么 你把这三点给它搞明白 这个方法就行了 细节你可以看 有时间自己装装吗 没时间不用管它 就知道它体下了什么功能就可以 好 那我们Map方法 这个名字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它是一种映射转换的概念 可以把你给定的数据 转成另外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 所以我们看看它的输入参数 咱们给它Ctrl P 大家会发现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叫Function 是不是叫函数 咱们函数就叫Function 那它就叫函数 说的简单点 它是让你传一个函数的对象 给我传进来 这个就是模仿什么呢 模仿函数是编程过来的 所以这个不管它 咱们就来点它一下 咱们点 点击Map以后 它 老师不对啊 它不是刚才提示 说叫Function吗 怎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叫GoFunction呢 这好像不对啊 你是不是点错了呀 你看我再点一遍 它就是这啊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容易让人大家误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Ctrl中的一种特殊语法 什么特殊语法呢 你把它往前看 往前看以后 在这门语言当中 有这么一个语法 就是改名 它可以把你当前的类名 给它改一下 比方说 我们刚才的那个方神 在我们当前这个位置 大家看这儿 其实啊 就是方神 那只不过它加了一个Go 它为什么会这么干呢 是因为啊 大家想想想一个问题 你们学Java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会有相同名称的类啊 但是包不一样 比方说Java.Youtil.Date 和Java.Sircle.Date 你们学过吧 对不对 你们应该学过这个概念 就是Java.Sircle.Date 然后呢 Java什么呢 Youtil.Date 你们应该学过这两个类 这个包名不一样 但类名一样 那么你在用的时候 它就会出问题 为啥呢 因为它不确定 是哪个包里面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所以说你们学Java的时候 老师应该讲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类似哪个包里 所以准确来讲 你就应该这么写 叫New Java.Youtil.Date 否则它就可能跟这个混了 不太合适 就是这样 但是你每一回都要把这个类名写全 多麻烦呢 很不方便 所以死该了干嘛呢 把这个东西给它起了一个别名 也就意味着把这个东西给它变个名称 你不是Java的吗 好 我就是Java的Date 那这样的话 我New的时候直接写这个就行了 就是Java的Youtil.Date 就这意思 那如果是CircleDate的话 我给它起个别名 咱们就叫CircleDate 这么起 起完以后 那你New 咱们叫CircleDate 其实就行了 所以咱们Skala有这种译法 这个大家不用去记 你就别误会了就完了 以后你碰见这种情况 老师你看不一致 记住没事 它是一个别名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刚才点击Map 走到这儿 其实没问题 好 那你再去往下点 点完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function是个什么东西 叫Interface是个接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就可以给它构建一个了 所以New 咱们叫function 然后把它放过来 放过来以后 那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来实现它的方法 所以说也就意味着 你这么写就可以了 你这么写就等同于 把一个我们函数的对象 给我放到了这里来 那么这个函数的对象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咱们前面就讲过了 RDD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封装 什么意思 有些代码它不用你写了 有些代码需要你去写 那么我就问问同学们 来回到咱们之前给大家做的这个小练习当中 我就问问同学们 在这个代码中哪些可以不用你写 哪些需要你写 大家想想 你现在想把这个集合构建一个新的 那我问你构建一个新的 是不是一定要拗一个出来 对不对 这个谁写都一样 这个谁写都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帮你写了 对吧 RDD可以帮你写了 那我问你这个循环呢 张三写循环 李四写循环有区别吗 没有啊 对不对 你也是挨个循环 我也是挨个循环 可能你用迭代器 可能我用所以 都是循环啊 这个就无所谓 所以就意味着这个代码 大家都是一样的 这个new也是一样的 这个它也是一样的 那我再问同学们 增加也不一样 咱们把这个代码再给它什么呢 操作一下 咱们叫numbers.get我们的i 然后呢 我们乘以2 咱们乘以2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 叫v2回车 回车以后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它 咱们叫一个新的value 叫newvalue 好了 写完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放过去 好 同学们 我现在就希望大家体会体会代码的开发 到底怎么体现通用性 那怎么体现 还是那句话 这个你写的和李四写的 不会有区别 都是new 你的循环 你和李四写的 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你用索引 它用迭代器 不会有区别 那我就问同学们 网集合里面增加新的数据 有区别吗 张三和李四 往这个集合里面增加新的数据 这个代码会有区别吗 也不会吧 也不会 那好 我从这个集合里面取出 你不知道便利吗 我取出这个数据 有没有区别 也没有 那我问同学们 这个地方张三和李四如果写代码 唯一的区别可能是什么 唯一可能的区别是不是逻辑不一样 也就是说乘二不一样吧 什么意思 张三乘二 那李四可能不乘二 李四可能是加二 也就是这个业务张三李四不一样 但其他的对于张三和李四来讲都是一样的 那既然其他的这些代码张三和李四他都一样 那干嘛 那就不用你写了 我帮你写好了 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业务想干啥就行了 你不就是想把你当前的这个值乘二吗 你不就是想把你当前这个值给它加二吗 好 你就把这块告诉我就行 所以咱们回过头来 咱们RDD封装方法就是这么做的 咱们当前有一个叫crow 这个crow就是调用的意思 就告诉你我调用这个方法把你传过来的值进行逻辑之后给我返回 所以这个地方的逻辑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地方 就这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分解一下 怎么分解呢 它 我问你是不是我当前要转换的那个值 对不对 我要把集合中的哪个值转换 那就是转换的值 所以它就是你的输入 懂我的意思吗 朋友们 咱们这样吧 把这个注掉 注掉以后改一下 我们的这个就是你刚才这个里面的输入的这个值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把你当前的数据拿到 这就是in 而我们的星号乘二 就是这个乘二 它其实就是逻辑 也就意味着这是逻辑 那我问同学们这啥呢 这是不是out 这就是out 也就意味着它是in 它是out 你把out的结果放到这里面 我的代码就写完了 恰恰我说过了 别的代码这些都是通用的 通用的我来写 业务你来告诉我 这样的话就封装好了 所以说我们的spag就提供了这样的操作 所以这个就叫in 它就叫in 然后呢你计算完以后 这个值就是out 你要返回回去 所以大家如果能明白这个事的话 那我问你in乘二啥意思 return in乘二什么意思 不就是把你当前数据集中的每个元素取过来 传到这来 传过来以后乘二返回吗 跟这个就完全一样 但你会发现你只写了一个乘二 别的你什么都不用写 你也不用拗 你也不用循环 你也不用往里面加 它全都帮你做了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 怎么验证呢 我们点一下叫var回车 回车以后你就会发现 它产生了一个新的rdd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不会把原来的改变 咱们会产生新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个rdd 我当调用完这个方法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rdd 好 那新的rdd有了 我就来看一看 它的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把这个结果呢 干嘛呢 打印在控制台上 所以点儿我们就叫collect 然后点儿一下 我们叫for each 我们叫打印 这个咱们之前都讲过了 所以我这就直接写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运行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操作 所以啊 咱们现在运行一下啊 就想看一看我们当前这个map方法到底是在干什么 那好了 咱们看看 大家看怎么了 2468 我这是1234 有没有满足我的要求 满足了吧 这就实现我的功能了 但是你会发现同学们 我写代码的核心 是不是就是印乘二啊 别的我都没有写啊 集合不用你拗 哎对老师 你这个有没有变他 咱们执行完以后 打印一下不就完了吗 我说过了 你这个number有没有变啊 所以咱们再重新来 我这里加上一个打印 加上一个打印 把它区分开 我就想看一看 我就想看一看你当前的这个数据有没有被变呢 你不是不变吗 那咱们看一看 咱们现在就看一看啊 咱们的那个2468呀 和那个1234之间 观察一下 大家看怎么了 你现在把我的1234每个值乘二之后返回了 那么你这个原来的集合变了吗 1234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咱们前面讲的是对的 那不会对原始的数据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我会产生新的集合 并且把我业务处理完的结果 放到新的集合中去 但这个放创建循环的过程 你全都看不见 为什么呢 全帮你封装好了 你只看到了这部分代码 别的全都帮你做了 那你想想吧 代码量就没那么多 逻辑也比较清晰 这不挺好吗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我们MAP 它想帮助咱们做到的 好了